今天本土病例又增加了302位 那么校正回归要再加上331位 总共是630几位 但是死亡创新高 一天死亡了11个人 张上纯教授 他说接下来会有更多死亡的个案 台湾在这样的疫情情况下 疫苗已经变成朝野蓝绿斗争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焦点 那么现在由南投县所带头 说他们已经接触了中国 要买辉瑞疫苗 而且公文已经送出了 那么甚至于连这个柯文哲也说 这个国际现货现在有就要去买 那么他的卫生局局长今天出来讲 买的其实就是辉瑞 可是中央不准 那哪有中央不准这个道理呢 重点就是这样的疫苗我们可以买吗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江启臣国民党主席说 国民党的14个县市要自主抗疫联盟 我们今天再来好好的这一个谈 那他们这个联盟要怎么运作呢 然后这样的指挥权难道不是由中央来指挥吗 可是辉瑞疫苗真的就单纯的德国的辉瑞疫苗吗 还是有另外的这个辉瑞疫苗 那今天我们还要再来看就是 这个所谓的地点 那现在破口非常的多 包括园林的养生会馆 基隆的小姑娘 说什么金水湾的小吃店 还有今天草屯台南养生会馆 都还有人在偷开 那么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来遏止 今天我们要来这个讨论 那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 有民进党的立法委员王定宇 王委员 宏一大哥大家好 另外是政治学教授范世平华老师 范哥好大家好 以及国民党台北市的市议员 李明贤李议员 大家好 另外是新光医院的副院长洪子仁 洪副院长 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好那还有这个财经专家 徐清皇 曾大哥好 大家好 以及知识的媒体员陈东豪 大家平安 那待会儿呢 这个国卫院的感染疫苗所的研究员 周彦宏 周研究员也会加入 那么今天是本土302位 校正回归要再加331位 那么所以总共有633位 那11个人死亡 创下历史新高 那么整个曲线图 是呈现这样的一个态势 好来我们来看VCR 我们今天新增的302例的本土 疫情不见趋缓 本土个案又再新增302例 其中以新北市152例最多 其次是台北市87例 桃园21例 基隆13例 台中9例 新竹县4例 其他县市也各有一到两例 至于校正回归个案 也有331例 校正回归之后 它的一个从原判日来看 现在高点还维持在5月17日 在5月17日 那5月19日渐渐也比较高 那就值得我们再观察 但死亡个案又在畅新高 新增11例 分别为9男2女 年龄既在50多岁到70多岁之间 其中有7个人有慢性病史 9个人有万华或其他确诊个案的活动接触史 有关5月7号这个发病比较早的个案 那主要他本身50几岁 是男性是有高血压的病史 他的家人有确诊 担心感染 所以在5月21号去就医 自行就医採检 5月23号检验阳性而确诊 他5月24号死亡 为了避免疫情再扩散 指挥中心宣布要强化三级警戒 包含外出要全程戴口罩 严查不得营业场所 参与一律外带 同时要落实结婚不宴赫 丧礼不公祭 宗教场所也暂时不得开放 还是要减少移动 这应该要强化宿舍生的一个管理 不得强制 要求住宿学乎住宿的学生返家 减少移动避免外出 同岛一命才要齐心抗议 本来这个疫情指挥中心 发明了所谓校正回归这个名词之后 大家怀疑他们隐瞒 事实上如果你现在看这个数字 从5月17 这个都是校正后的这个病例数 5月17 526 5月18 437 5月19 504 5月20 458 5月21 411 5月22 429 5月23 430 5月24 435 那么到这个昨天373 今天因为病例数302 可是还没有校正完 所以我想明天会加一些 那你就可以看 看先整个每一天 真正最后的数字是怎么样 趋势是怎么样 那趋势呢 其实就是这样 趋势是这样 有一点这个缓慢的往下走 但是疫情依然每天都呈现 大概400多例左右 我先请教一下洪副院长 你怎么看这个疫情 是的 我想刚才洪怡讲的那个数字 其实从我们的 你就知道没有隐瞒嘛 应该从这个我们的角度看 应该是说他疫情没有特别的变化 可以看到大概都在400到450 这个range在移动 那当然如果用10天来看 前五天是 最早的前五天是400到450 但是这里这几天已经有下降到 350到400这个range 但是我必须要讲 目前这个疫情有点没有向上在发展的一个状况 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他往下的很明显的一个趋势 所以就是说目前的这个疫情可以看起来 就是说我们还要观察就是说 目前的这个确诊者的一个分布的一个状况 有没有外扩的一个情形 但是如果从今天的数字看起来倒是有一个 我认为还不做比较值得可以去观察的点 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确诊者 主要是台北新北以外 其他的有的县市已经都剩下两例或一例 我想今天大家在看记者会应该都看到这个状况 因为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说 本来是以台北跟新北这两个热点为主的 这个群聚的这样的一个流行 会不会带到这个外县市以后 又在外县市产生比较大规模的一个流行的状况 从今天的这个外县市的这个确诊的人数来看起来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都是在个位数一个两个 所以这个就是好像状况没有往外扩的一个情形 但是我要先讲的时候 昨天我们把这个所谓警戒延到这个六月十四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很正确 而且是很好的一个决定 就是说因为现在看起来我们的整个状况 并没有得到一个完全性的控制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当然必须要再延长再两个礼拜 起码维持目前的一个警戒的状态 就是说我们起码还能够上班 但是上课以及八大行业的这些 比较封闭型的常座 我们都先把它先暂停营业 那我觉得这个情况还要再持续两周的话 我们也希望看到说未来的下一周 整个疫情的状况能够这个区间 有向下移的状况能够出现 比如说能够哪一天出现 以后每天确诊就两百到两百五 甚至哪一天是一百到一百五 就是说有这个向下的这个走向出现的时候 那我们才能够去判断说 可能疫情得到一个初步的控制 但那时候也不要太乐观了 为什么 因为从国外的经验看到是什么 有时候你疫情一缓和 你把三级调回到二级 有时候他马上又会回弹上来 所以我想这是值得我们再去注意的地方 那么因为疫情的关系 这个南投县长林明珍 他说他今天早上 已经寄电子公文给中央了 他要联手蓝营的县长买辉瑞疫苗 那么他已经准备了两千万的定金 打算至少买个三十万剂 那他说即便他要编列两亿元的预算 而且是负债 他都举债他都要做 他说买富上海复兴的德国BNT辉瑞疫苗 希望给民众最好的疫苗 绝非采购中国大陆制的疫苗 那可是指揮中心说 没有收到公文 来我们来看 南投县府秀出公文 准备行文到中央 看看其中这句 见请贵中心同意开放县市政府 购买上海复兴医药代理之疫苗 供民众施打 南投疫情一系增温 超过实例确诊案例 县长林明珍连续两天开记者会 呼吁中央快买疫苗 或者授权地方自己买 要动用我们的预备 两千五百万 给南投县民通打一剂 让大家安心 林明珍锁定中国上海复兴医药代理的 德国辉瑞BNT 直言中央一旦开放授权 地方就会提出申请 原本提出两千五百万 买三十万剂 等于每剂八十三块钱 对照欧盟采购每剂五百三十二元 价格明显落差 不过林明珍强调 这只是定金 如果中央能够投准 给我们宣政委来采购的话 这个两千五百万是暂时 要去购买的一个定金 疫苗的施打 是防疫措施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当然是要由指挥中心 来做一个统筹的规划 跟办理 南投县长为了采购疫苗 开出第一枪 不过苗栗县长需要 并没有正面回应赞成于否 想阻绝病毒蔓延 疫苗解放还在等待之际 还是得先做好眼前的防疫工作 好那我先请教一下这个王委员 南投县 林县长真的有办法买到 德国原装的辉瑞疫苗吗 抗疫要科学 要实在 今天南投县政府发的那张文 什么都没有 只讲只确认一件事情 原来你所谓的辉瑞 是上海复兴的产品 那个叫不叫辉瑞 我们待会再来谈 其他 你知道南投也有卫生局 卫生局应该知道说 我要申请一个药证 要准备什么资料 他讲鉴请中央 你没有那个申请 我要准什么 我要准开放哪一个 里面有很多 待会副院长应该知道 就是我们再申请一个药证 AZ也要 辉瑞也要 莫德纳也要 因为这要打到身体里面 是生命攸关的事情 卫福部上面的专家组 当然要严管 不只台湾 我相信连中国全世界 对疫苗要打到身体里面 申请不摆 那些证件要拿出来 你只出一张AFO说 你准备买 我就要来买 这个不是在淘宝网购 不能这样弄 何况讲什么 我举债也要买 真的 哪需要买 不用你举债 中央全部承担 因为是法律规定 第二个 防疫的作为 台湾可不可以进行 政党的对抗 防疫的进行 可不可以进行 中央地方的对抗 这样的对抗 对防疫到底是好还是坏 我相信不用帮他 现在就知道 要搞什么蓝色执政县市 自己来抗疫 那我的疫苗的审核 只能是台湾就一个政府 难道你们自己 这十几个县市 自己说我通过这个就进来吗 政治动作多过真实 没有意义 所以回到疫苗的本身 就是说今天要买上海复兴的 这个复必泰 刮湖 BNT 这个声音已经讲很久了 有县市长 有立委 有名嘴 有媒体 没有人真正提出申请过 因为申请到审核 最快也要一两个月 大家听懂吗 你现在 你现在就是中央全部给你开绿灯 全部审核 你现在开始送 你也是八月分 八月分 我们比他好的疫苗 已经有千万剂以上了 所以这个事情到底是要帮人家消库存 还是真的要防疫 我觉得这个开始要把道理讲清楚了 要不然做得太过分了 所以这一次的疫苗 先制造那个缺乏的恐慌 好感觉 今天总统我们开中常会 他也把那个时序念了 我们六月份两百万剂进来 我们台湾所有的医师诊所 下去打流感疫苗 中一队组一个月 就是打两百万剂 如果用二十天 一天三十万来算 你还可以把它打三十天 可以拉高到两百五左右 然后我们到了七月份 本土的疫苗厂 一加的话 就是五百万剂的产量 所以到八月底累计 可以到一千万剂以上 甚至我们现在等一个彩蛋 什么彩蛋呢 小美秦祝美代表 他很努力在谈 就在我们现在录节目 这个礼拜会不会提早供货 我个人觉得很乐观 而且我认为这个礼拜提早供货 还不是一批 搞不好是一批以上 一批是多少 一批大概就是几十万剂吧 就是说现在在谈 但那个东西还没有正式谈涂 我只能说我期待 所以你叫台湾取得疫苗的量 大概没有问题了 品质都是世界第一流的疫苗 上海复兴呢 他跟德国确实合作在德国生产 复必泰送到中国做分装 那第一阶段分装的时候 包装出了瑕疵 所以做成组织有很多问题 还有他研究的本身 那个抗原到底是哪一种 这个要好研究 那全家还要说 但是上海复兴 他现在进进来的所有的疫苗 连他自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都不准他在中国施打 只准卖给港澳 然后港澳租租的 人名出问题了 大概打了一百一十万剂 就全部停下来了 剩下就放在那边 那放在那边呢 现在是要寻求台湾当出口 那台湾当出口 这数以几十亿剂的财富 当然都有游说团体 所以我刚刚 我不排斥BNT 我也不排斥辉瑞 疫苗要申请来台湾 OK嘛 好 尽管拿出来 好好申请 不要把它当做政治游戏在玩 这样对台湾很伤害 好 那么这个是香港 说香港官员证实 数百万剂的护臂胎 他们辉瑞叫做护臂胎 将报废 说他们买了七百五十万剂 那么只打了 这个一百多万剂 一百一 那么 说可能 因为到期就要报废了 所以他们打算捐 他们打算捐出 香港政府称不排除捐出 那有人这样讲说 很可能 这个国民党要买的这一批 就是这一批 为什么 因为反正把它上到上海以后 再转进来 不就变成上海的疫苗了吗 那我想请教一下亲皇兄 香港买了七百五十万剂的辉瑞疫苗 为什么不敢打 因为他们是这样 他们施打过一百多万剂 但是后面陆续有一些出状况的 比如说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像这个就是其中之一 就除了打出过人命之外的 也有副作用是像这样子 出现面瘫的情况 你可以从这个照片里面看得很清楚 那这就是他的这个复辟态 这个疫苗的副作用 那当然在过程里面 就是说复辟态 有没有完全跟辉瑞一样 这个其实有很多人是有质疑的 为什么是有质疑呢 因为其实各位也可以看一下 在这里面 这一张是上海复星 他们所公布出来的协议 那这份协议里面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上海复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那他们跟这个 我们讲说跟BNT所签的这个协议里面 其实很重要的内容是在这一段 很多人其实没有看到这一段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告诉你说 这个为了保障产品的供应呢 他讲到就说这相关的产品呢 他是先进到哪里 先进到中国去 进到中国去之后呢 由在中国这个地方 再来做什么 来做他产品的分装 把大包装制计 然后在中国去做分装 分装成这小的小 一小包一小包一小罐一小罐 所以呢等于说 他中间有个动作流程 其实在中国发生的 那这一个复辟态呢 他之前出过什么状况呢 包装里面呢 就是上面的金属罐 金属钙的部分 出了一些状况 结果呢 导致空气可以跑进去 就让产品产生的瑕疵 那这个状况有多少 不知道 但是就是因为出了一个状况呢 所以当时引起过一阵子的争议 可是呢 这一批的疫苗 他们收回去 又在补一批进来了之后呢 你可以发现 香港人想要打的意愿 当然就下降了嘛 相对于刚刚郑大哥所念那一则新闻 现在这边还有一则新闻 也是今天的新闻 他叫做上海复兴 BNT疫苗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辉瑞疫苗 他怎么样呢 在香港快过期了 北京乐见提供台湾民众抗疫 意思就是这一批呢 他们说会在八月过期的疫苗呢 这个上海复兴说 这一批可以转送给台湾 那北京说 我们也乐见其成 所以你就知道 他的相关放动作很多 那这时候大家就问一件事 妙了 如果你上海复兴这么想要做台湾的市场 然后你又是代理所谓的BNT跟辉瑞的疫苗的话 那你就大大方方开大门走大陆啊 你就到台湾来申请药证啊 这样不好吗 你申请完药证之后呢 搞不好通过了 我们还是可以怎么样 让你在台湾做销售嘛 可是郑大哥 观众朋友 你注意一件事情 从今年的一月开始 到现在已经几月了 五月了哦 整整五个多月哦 刚刚定宇说 他从现在开始审 那等到通过大概也要八月了嘛 对不对 可是你去想哦 上海复兴如果有新的话 他从一月他就可以送审了啊 三月就过了啊 你真的要卖台湾人的话 三月过了四月你就可以卖了啊 可是你想想看 从一月到五月 他都不送任何的申请哦 他就不断的透过这种方式 放话放话放话 而且呢 媒体人找完放完了之后呢 再去找一些这个政治人物 找完政治人物之后呢 透过国民党的地方诸侯出来说 我们要这一批疫苗 那我请问一下 你话喊了这么大声 但你都不提出申请是怎么回事 这个人是辉瑞的前高阶主管哦 他讲的话 他怎么说 你看 各位看哦 他说 复兴的状况是什么呢 他说 复兴其实是可以寻 正常管道 向台湾申请的 但是呢 这个一旦送了之后 复兴跟中国处心几率 吃台湾豆腐的政治操弄 一个中国的泡泡 就会被吹破 因为台湾另外一个国家 跟港澳地区不同嘛 所以审核的过程不同嘛 所以面对台湾是一个国家 独立自主审查 那复兴跟中国辛辛苦苦经营 吃台湾豆腐的一中泡泡 目的就吹破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前辉瑞主管 他把话讲得很白嘛 他就是告诉你说 今天为什么复兴不肯 开大门走大陆 好好到台湾来申请嘛 你要申请 你一月来申请 你三月就过了 三月过了 你现在国民党这些县市 真的想买的话 你就有机会买得到啊 但是为什么你一月的时候 不申请 你只是不断地在外面 透过放话的方式 不断地叫嚣 不断地叫嚣 所以很显然 我认为就是说 李明珍的这个动作 比较偏向在政治操作 而且今天最新的消息出来说 这个这一波的 国民党的政治动作 很一致 为什么很一致 之前口径都还不能统一 到底要叫上海复兴 代理的疫苗 还是要叫BNT疫苗 还是要叫辉瑞疫苗 这都还没有统一字眼 结果呢 这两天传出来 最新的文件显示 他们还有叫战守则 说现在大家要统一口径 因为这个民众 对中国疫苗感觉不好 但是民众对辉瑞疫苗 感觉还不错 对BNT听不懂 所以大家统一口径 就是讲辉瑞疫苗 所以你看连叫战守则都出来了 那你说这如果不叫政治 什么叫政治呢 好 那我想请教一下东豪兄 香港不敢打 然后中国不合准 为什么要这个送来台湾呢 其实在里面有几个东西 要先去厘清 第一个是今年四月的时候 上海会委员董事长 有陪同那个BNT BNT的高层 要去在中国做拜访 就是为了要取得BNT 在中国的药证 四月的新闻 我今天找了一整天 没有后续消息 所以BNT在中国的药证 没有拿到 应该是确定的 也就是BNT没办法有中国药证 他没办法在中国做销售 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香港的这批疫苗 这个要分两个部分 因为昨天港府有 有有对这个事情有有讲有讲 这所谓的七百五十万剂的这个疫苗 他其实我们可以分成一二三 用一二三来讲 第一个是已经打的一百多万剂 现在港府手上还有八十几万剂 这八十几万剂 大概八月就过期 这里面有产生个问题 就是说你回过来看这一波林明珍县长 或者是蒋介层主席 他们要搞一个 你要搞一个 抗疫联盟 然后南英先生去买 买这个疫苗 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你现在能够买到的 就是香港香港这八月 以前要到期的 这八十 了不起就是八十万剂 这八十万剂 你十四个县市 应该是不够的 绝对不够 就算就算我们 我们我们可以给他过 你十四个县市怎么分八十万剂 这个这个会出这个会出乱子的 第二个就是说 你有可能拿到香港政府 原来拿到的五百万剂的额度吗 那是一轮很复杂的谈判 只要是台湾要跟香港谈任何事情 一定又会面临到所谓的一国两制的问题 因为北京不会不会不考虑这个因素 所以他会他在 他就算我开绿灯 就算我今天我我我我全部开绿灯 你要怎么谈 你十四个县市南银县市政府 这时候搞这个东西 为什么我觉得他的政治动作 因为讲你成要选举 党主席选举 第二个他知道民众有焦虑感 可是八十万剂的我我先不要讲辉瑞这个问题这个这个这批疫苗没有问题了八十万怎么解决台湾的问题 比较比较安全的做法反而是陈时中所讲的六月两百万剂 然后再加上后面累计的一千万剂 你在这个基础上去往上往上争取会比较实在 最重要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觉得说这是政治动作 辉瑞疫苗的施打要在一定的温度条件之下 你要喊政治口号 你要做个生意 你要零下七十度 你要你要做这个动作都很简单 就是我今天我要我成功 我要在那边喊一句口号也很快 可是你真的有办法做这件事情吗 而且这个事情会搞成怎么样 搞成台湾的抗疫防疫会变成分裂成两个阵营 难道难道台湾要分成蓝绿两个世界吗 这件事情对国民党来讲真的要这样子做吗 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国台办的朱凤莲 他说这个中国的疫苗不能进去台湾 是台湾民进党这个制造的障碍 所以台湾应该要扫除障碍 但是说起来讲的比较凶的是连胜文 连胜文说民进党是拿中国 在斗争德国疫苗 不顾人民死活 这个是连胜文 那韩国瑜今天 要这个蓝营执政的十四个县市首长团结起来 这时候是团结起来的时候了 我们自己自行买疫苗 那这个是今天国民党主席江启臣说的 蓝营十四个执政的县市首长 组抗疫联盟 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民贤兄 抗疫联盟你要怎么运作 可不可以请教 当然 陈思忠我说过 我们共同的敌人本来就是病毒 所以其实不论十四个县市长或全台湾 本来就是一个抗疫联盟 民党的指证县市不是抗疫联盟 全台湾都是抗疫联盟 我们对抗的本来就是这一支病毒 当然他会变种 可是他还是病毒 我们共同面对的敌人是病毒 不是执政党也不是民党 也不是对手 所以说的意思是这样 他说的意思是你们十四个官司 他特別标注十四个 十四个要联合起来 一关的当然是我们在家 都自己的官司 没有可能他基于郑文燦 以及科文哲 他就是为了党主席选举 如果台湾是抗疫联盟 他应该是说我们全台湾要团结一致 怎么会是什么十四个县市 当然像宏宇大学说 话说得比较漂亮 中常会在党内藏 他当然是对 当然他说大家组一个抗疫联盟 当然对疫情或相关的防疫 作法更绷紧神经 不要让他扩散 我觉得这种讲法也是没有错 你说他就责说 那是要搞分裂 而且疫情的部分 疫苗的部分他这样讲 当然大家都讲了说 国民总共是买台湾的 就是说那个复兴代理的 那个BMT 那不是这样说 譬如说卢秀燕昨天也讲 他也讲得很清楚 这针对疫苗的部分 是由中央统一调度 那虽然彰化南投 他有这种讲法 包括南投他有行文 给那个指挥中心 也是要指挥中心核准 如果指挥中心不核准 不开这个红灯 不开这个绿灯 那也不可能自行行事 自己买 明显你太美化那个事情了 你听我说 今天你做一个党主席 以前还当过局长 你怎么会去 14个蓝营县市 弄一个抗疫联盟 这跟旅游的什么蓝八团 不一样 看防疫这件事情 要大家通力合作 我刚才举个例子 当你侯友宜那边病床不够的时候 郑文餐会收 他不会说 你是那个抗疫联盟 要台材来担担 不可以这样做 因为这叫政治动作 台湾防疫能够有成果 就是我们尊重专业 信任这些医事人员 可是你现在政治动作做这么大 你这十四的医生我要给你捂民营 我要怎么弄 我们事实上防疫有两件事 我为什么刚才讲说 南投这个动作过头了 抗疫联盟的意思就是 新北市如果要病房 病床不够用 送到南投 送到南影跟南影执政的县市 这样子就倒了 本来病床疫苗 还有那个集中加强版 职中检疫所 船位这本来都中央在 我们十四个县市买我们的疫苗 你们买你们的疫苗 那不是这样 我刚才来说 在中常会上能指挥的 就是党内这些人 我觉得做一种宣誓说 大家对于防疫要共同对抗 然后不分彼此 讲的就是这样 他又不是张杉总统的高通 但他的意思不是这个 我刚才举两个例子 我举具体例子 江启成也当过官的人 我们所有的法律规定 规定 有一个叫做BLSubmission 就是申请生物制品的 这一个许可证 那个在法律明定 一定要经过我们卫福单位最严 台湾的钥匙审核 算是全世界 算一流的 很严格 你连进瓶型输入 贸易品水货 都要拿去拐 这个法律什么时候定的呢 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定的 你现在说开放了 让金门自己去买 让南投自己去买 他真的敢买吗 你违反这一条 都要拿去拐 让我们的地方政府去接洽 买三十万剂 两千五百万 人抓包 一张才八十三块而已 有可能 他再说那是定金 讲几层没这样说 不是 我说你们整个团体 第二个 我们现在通过的特别条例 国民党委员也在里面开 包含江主席 特别条例也好 我们原来的流行病的防治法也好 都明定中央的指挥官 是主要全责 不是分散到各县市各行歧视 你现在用政治动作来做分开的动作 对防疫是伤害 徐耀昌苗栗县县长今天有说 他说这个事情中央已经把关了 进来要选什么品牌 这个就是什么品牌 所以他不会去搞什么 自己要买疫苗 这是苗栗县县 也就是说韩国瑜说 蓝营的十四个县市 大家团结 至少徐耀昌不要 那么现在刚刚讲 卢宥也是听中央的 我看目前最大的诸侯 侯友宜 他也没有讲说 他要自己进口疫苗 照理说他最后有实力 但是他也没有这样做 所以这个事情 这个怎么看待 这里面有没有联合中国 在利用疫苗 在跟台湾执政斗争 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 大家好 我是防疫医师 严嘉贤 如果您与COVID-19 确诊个案 曾有密切接触 请先留在家中 自我隔离 等候卫生单位通知 除非有立即就医需求 请不要离开住所 在家中 请单独一人一试 避免与其他同住者 接触或共用卫浴 请佩戴口罩和注意手部卫生 并使用稀释后的漂白水或酒精 清洁经常触摸的物体表面 如果您不是需居家隔离之密切接触者 请自我健康监测14天 若出现以下症状 请联系119 卫生局或1922 医指示就医或筛检 禁止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并请主动告知可能的接触史 指挥中心关心您 好 那么刚刚我们看到说 这一个彰化的王汇美王县长 他也说 拜托让企业直接进口疫苗 那么所以现在 南投彰化金门希望能够自己买疫苗 那么他们为什么对 这个上海复兴集团所代理的疫苗这么有兴趣 一个香港 绝大部分都不敢打的疫苗 一个中国不给药证的疫苗 为什么对这一批疫苗这么有兴趣 这个台北市长柯文哲 他说我们如果等国产疫苗 那就会死伤惨重 别忘了死伤惨重是非常非常非常重的用词 他是个医生 所以他也说我们应该要国际现在有限货 就要考虑 他的卫生局长已经出来讲了 最好就是让辉瑞疫苗进来 但中央不肯 这个讲话没良心 我们什么时候不让辉瑞疫苗进来 我们还去跟他买 跟他申请 买不到 这讲话他这么没有良心 所以他我想他应该在讲的就是 上海复兴所代理的疫苗 那为什么大家对这个疫苗这么有兴趣呢 等一下我们再请教来宾 来我们来看一下 台湾市长柯文哲谈到疫情紧绷 直言三级警戒要解封 只有两种方法 应封城还去打疫苗 如果目前医院很紧绷 家屋病房满床 那家屋车跑一跑去 坦白讲这个 我看死亡人数就很清楚了 对于缺乏疫苗 柯文哲要求买国际限货 还抢中央说好的疫苗在哪里 这从去年你知道 我们中央的大观 讲过很多遍 什么什么几月疫苗要来 凡是走过的 去留下痕迹你知道 出生床到底是说 去年是说去年什么时候疫苗会来 还现在几月了 所以听说刚才蔡总统又呼吁 说这个疫苗政府买了三千万剂 不过重点是 什么时候会来 柯皮火气超大 对于AIT处长立英杰说 台湾确诊人数不多疫苗不及 更是强硬反击 来自尼之尔 均勞也买了 所以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才只11个人还不算多 除了柯文哲对疫苗话题施压 南投县长林明珍扬言要去向中国买疫苗 各方压力接种而来 疫情指挥中心还是站稳立场 疫苗全由中央统筹 应该是救命 可是他也是有他的风险在 就是说 一种是 他们没有在打的 我们有一点兴趣 那他们在打的 我们不敢用 我们已经购买了 将近三千万剂的疫苗 那这些呢 将会在未来几个月的月 N1到处 到了8月底 蔡总统亲自喊话 强调政府对疫苗绝对有准备 在疫苗到货之前 国人只能严守防疫 撑过艰困时期 好来 方老师要补充 我先讲柯文哲 他昨天说台北市只剩两瓶 可能打二十个人 结果后来庄仁祥说 台北市其实还有七百剂 七千剂 七百多瓶 七千剂就七百多瓶 七百多瓶 那我觉得 因为他可能放在其他的 这个医院里面 台大啦 或是种种 所以保持柯文哲 你对于你台北市内的 这些医院的数量 你没有掌握 我觉得这就是在打口水战 然后他其实 他说不打 台湾会出现 死伤散众 那当然他没有说 要去进口上海的 这个所谓的辉瑞 但是我的感觉 目前好像可以垂手可得的 就是上海复兴的辉瑞 所以我觉得他某种程度 他没有直说 但是我相信 他内心里面在想什么 那我大家都可以很清楚 那我觉得从今年 从这个月的十一号 当我们发生了这个 所谓的施司会 会长的事情 六立本土之后 我觉得整个就起风了 我觉得他有三股力量 有国民党的力量 有国台办的力量 还有上海复兴的力量 这三股力量 在五月十一号 他们看到台湾 已经社区感染了 他们开始动作了 几乎是一波一波又一波 拼命的这个子弹 这个射击是一发一发一发出来的 然后你看雷射文 今天讲的是什么 德国疫苗 这完全符合青黄刚说的 他们那个缩帖 不要讲中国疫苗 叫德国疫苗 他给他漂白 德国辉瑞 德国辉瑞 那个叫习惨地 习惨地 好那我觉得今天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力量 当然国民党的力量出来了 江启臣今天登高一呼 他要成立的是抗议联盟 那我劝他就做一个背心 你也叫指挥官好了 你不要让陈时中专门移民权 你把CDC放在你的mark 放在你国民党的中央党部门口 你每天下午三点 你也开记者会 既然你是要成为抗议联盟 你就比照办理 那我们一国两制 那你可以看到 国民党这些 而且你说这个 谁开第一炮了 林明珍 可是林明珍的疫情很严重吗 林明珍南投 昨天只有一个确诊 今天零确诊 虽然他们里面有所谓东方红 这个所谓的 食尚会馆出了事情 那基本上南投并不严重 可是为什么他出来发这一炮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里面这些政治人物结盟起来 现在江启臣来收割 连韩国人都跑出来了 那他们就是要营造一个 我们做泛兰的大团结 来对抗人民信党 第二个国台办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的国安高层在说 中国在这个月十二号 也就是说十一号发生本土社区感染 他们提到第一个 对台要进行的工作 就是第一个认知战 第一个就是深化内部矛盾 今天就做到了 国民党跟民进党是不是矛盾 第二个他们要 他们要瓦解 挫折我们的这个台湾的人的信心 柯文哲今天就说了 不打疫苗 死伤惨重 台湾人没有信心 信心崩溃了 所以你说这些做法 很明显 那国台办现在是什么 大家讲过 蓝巴县市 大家还记得吗 2016年蔡英文上台 那时候国台办主任叫张志军 张志军又说 我们观光团到台湾去 就只去那个国民党执政的 蓝营的八个县市 其他民进党都不去 后来就失败 现在是张规流水 谁来流 刘洁一 刘洁一现在打到机会了 上次那个蓝巴县市 观光团没成功 这次疫苗成功 只要是我们国民党的实证县市 就打得到所谓的德国疫苗 民进党就苦哈哈的 没有疫苗可以打 这就是一种分化 好 再来 所以我说 今天再来就是上海复兴 上海复兴 本来这个疫苗没地方去了 要捐给国际 现在台湾来买了 解除他的燃眉之急 然后上海复兴还可以说 你看我们台湾买了 这个祖国的疫苗 这名我们的疫苗很棒 他可以拿这个 再去跟北京要 进入到北京市场的门票 因为他现在进不了北京 他只能在港澳 可是如果台湾打了他的疫苗 那上海复兴有理由 你看我为祖国 这个统一战线 贡献良多 所以我要求北京 你让我进去 这是拿台湾来当什么 进入中国的敲门砖 而且我认为 上海复兴 他结合了台湾的很多政治人物 是在用各种资源来帮他们缩下 这个可以用非常多的 不管是用各种的方式 来push这个事情 形成一个排山倒海的一个方式 让陈时中撑不下去 最后民进党只能够妥协 我觉得这个方法既有中国的力量 也有台湾的力量 共同的合作 我觉得非常的可怕 是 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洪副院长 真的吗 我们等国产疫苗 我们会死伤惨重吗 这个疫苗确实是一个下半场 我们面对这个抗疫 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因为不可会言 现在全球大家都知道 这个疫苗施打的速度 其实一直在 每天在update 像你们如果去网站Google 现在全球施打的进度 全球已经来到 每百人是21.5 21.5 那事实上我们的邻近国家 包含日本 日本是打了10.9% 韩国也是打了9% 可是我们台湾现在的数字 还停留在1.3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一届的人 或者我们一般的民众 或者我们公卫的各界的人 当然对于我们疫苗施打的 整个进度跟数量各方面 说真的 我很坦白的讲 大家心里是有一点 觉得不是那么理想 我想这个大家应该清楚是这样 那当然这个是 现在郭文哲说 国际有限货 我们应该要去买 我觉得这个 我认为这个 不是解决问题 我觉得还是要回到中央 因为毕竟这个是中央 抗疫就是中央要统筹 中央地方不合作 才全世界各地来讲 没有防疫可以成功 因为中央是定办法的 大家标准要一致 动作要一致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我觉得 我们还是要提醒 我们的指挥中心 或者我们的行政团队也好 就是说在这个时间点上面 当然站在我们的立场 是希望越快越好 国际限后在哪里 虽然我们讲说六月 有疫苗要来 可是站在我们的两个组 是我刚才讲越快越好 越多越好 所以如果六月能够有一批很大的进来 我想这些问题应该都可以 六月两百万剂 不是有讲吗 是 来 这个等一下有时间 我再跟大家讲 因为今天有一位小刘医师 叫刘忠宇 他敢这个署名 就表示他负责 他有讲 辉瑞疫苗分两种 他说私事有两种 辉瑞也有两种 辉瑞有两种 一种叫B1 一种叫B2 结果的那些观众 就是B2 在中国生产的那叫B1 B1是做不到两极 但是我们是买到B1还是买B2 国民党现在买的是B1还是B2 他们买到B2吗 如果是买B1 B1是长什么样子 等一下我们有时间再来讨论 我们现在要连线给这个行政院 中部办公室的执行长 蔡培会蔡执行长 你怎么看你们的 这个南投县的县长 林明珍 要自己去买 买这个 这个上海复兴所代理的疫苗 我认为是本末导致 我觉得任何一个人 我相信我跟在座的 所有来宾都一样 我们觉得疫苗最重要 安全健康最重要 那现在我们昨天 部长就已经宣布了 我们6月有200万剂 然后8月有1000万剂 那甚至于今天蔡总统的脸书 也已经宣布了 就整个我们在 政府在恰堂的 预计有3000万剂 会陆续到位 换句话说 我们已经有一个 货源的基础了 所以我们林明珍县长 跟我一样关注 我们南投姓名的健康的话 应该赶快 跟我们的指挥中心来申请 这个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不知道 他哪里来的管道 或者是说国台办 跟他联系 他说要跟上海复兴来申请 那这件事情 我们也不反对 只是你需要循序渐进 就是如同 昨天跟今天 指挥中心都有讲 你要有正式代理商 然后把这个药剂送过来 因为我们买疫苗 可不是买便当 你总是要知道 这个药性 知道它的规范 知道它的生产过程 甚至于买进来之后的 冷链运送的系统 一关一关一关 都要掌握到位 所以我觉得中央来做 这并没有问题 那如果林县长很积极的话 他应该赶快来跟中央申请 BNT疫苗要冷链要在零下70度 南投现在有这样的设备吗 完全没有 所以我必须要讲说 只要你有这个新 就应该要把布局到位 而不是只是放话说要买 这是让人觉得有点遗憾的 而且我必须再一次的讲 这样子其实是本末导致了 因为你赶快 现在有货源了 而且你知道有来源 赶快来申请才会到位 如果真的 不管你要找辉瑞也好 或者是复辟泰也好 等到你申请完再到位的时候 那都不知道几个月之后 南投东方红养生会馆的状况 现在怎么样 郑大哥你讲到重点了 我昨天觉得我们林明珍县长 是在转移焦点 就是说明明大家最关心的 就是防疫不利 最关心的就是说 因为你的八大行业的茶器 并没有到位 所以让东方红成为破口 两个人 然后再传染给五个人 然后持续在发生 那这件事情 茶器这件事情 是你县政府的责任 可以来这边定烧 或者是断水断电 之前高雄市政府也有做 但是在这些茶器的工作 并没有做到位 所以就放一个话 说要买疫苗来转移焦点 我觉得这不太妥当 南投人真的 他们自己想要去买疫苗 要想害代理的复兴的这个疫苗吗 我感觉南投人 很多人都会惊惊 因为疫苗 这坦白说是一个威力安全的 总是我们要 有我们都要打进去你的身体 你总希望是一个 比较安全的疫苗 那据我所知 就是上海复兴 他代理的这个辉瑞授权 目前是在中国的 目前是在港澳 而且我也提醒 就是你要去查气他的安全性 因为毕竟在三月的时候 也有一些问题 然后就延缓来施打 那到底是为什么会有这些 让人家担忧的一些瑕疵 那我觉得如果 林县长他想要买疫苗 他应该把这些功课给做好 做出 那么这个 现在 蓝营的这个部分的县市首长 想要买这个中国的疫苗 那上海复兴所代理的疫苗 但是我们有一位 我们的空军前副司令 其实他也赞成 他也赞成 他说既然是中国的疫苗 那进来以后 我们有陆生 还有所谓的陆配 让他们先打 想不到 那如果是他们的疫苗那么好 为什么他们的屁股呢 为什么他认为那是歧视呢 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 国际因因疫情如火如荼打疫苗 台湾却面临疫苗缺口 上海复兴代理的辉瑞BNT 成了不少人口中的救命单 因为只要WQ合格的话 应该我们就不能一排 辉瑞BNT疫苗 是辉瑞药厂和BNT合作 生产经过WHO认证 但大中华区独家总代理 是上海复兴 CTC一直试图与德国原厂接洽 却被从中作合 买不了原厂要买只能透过上海复兴 事实上复兴代理的辉瑞BNT疫苗 中国大陆也没许可 只提供给港澳 香港买了750万剂 至今才有200万剂 即将在8月过期 上海复兴继续表态 愿意卖台湾疫苗 如果批次于港澳相同 纯确论时效 也已经来不及 对完疫苗不是说 你今天讲明天就会到过 你还要经过一个一家的过程 卉瑞BNT的疫苗 它毕竟是比较脆弱的RNA疫苗 它毕竟在能够出去保护 在给港澳施打之前 卉瑞BNT曾经爆出包装瑕疵 一度紧急喊哈 而它的副作用还包含前身疲乏 头用发烧等等 比较严重的是过敏性收克 根据规定上海复兴 如果要向台湾进口疫苗 必须经过可可 但如果送件 形同承认我方主体性 是否敢按照程序来 就成了政治照妖记 前博社顾问好民意 就提出警告 透过中国准败里 买得国的卉瑞BNT疫苗 形成自我放弃努力 承认台湾不必参加任何 世界卫生组织 一切有中国代理即可 卉瑞BNT疫苗从哪里取得 成了最考验台湾疫情的问题 来 这个是我们的空军前副司令 叫张延廷中将 那张中将他刚这个退伍 他认为他在赵少康的节目 他说认为可以打中国大陆的疫苗 我们为什么要拒绝呢 他认为只要是对民众健康 有帮助的 就该多一个考量 中国的疫苗到底可不可以施打 也可以交由科学界跟医学界来鉴定 他建议如果台湾对于中国疫苗有疑虑 在台湾有陆配有陆生 有大陆的学生在这边读书 是不是请他们试一试 他认为这个方法可行 先从小规模的 先从小规模的由小而大 他希望不要过度政治化 而挡到了人民的防疫作为 其实张中将他认为是可以进中国大陆疫苗的 他的本意是希望台湾人能够接受中国大陆的疫苗 没有想到这段影片流传到中国的社群平台以后 烧起来 烧得很厉害 中国社群网站 微博上出现大批网民的留言 踏伐 一点人性都没有 这是人说的话吗 国台办把陆配跟陆生送去当蛙 他们把蛙简称是台湾人 送去当台湾人的试验品吗 人家台湾人可不把大陆人当人 接着甜甜干净 早就不想当他们是人了 这是中国网友修 红衣大哥 你如果跟他后面那段 我会以为张盈廷是把谁的红水搖出来打 还是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是 他让中国的疫苗优先让中国人先打 中国人说我们有信心我们来打 对这样有说服力 大家找到看西 那你怎么反应 还要再鼓励台湾买中国的疫苗 尤其那个朱凤廉不是讲说 你们台湾还要还是不要 我给他看一个欢迎 当然是不要 而且国台办很恶心 他问我们还要不要疫苗 很简单 我们跟BNT已经到最后阶段了 你不要挡我们德国BNT直接原厂就买到了 所以他一方面当我们买外国的 叫我们买中国的 说中国的 刚刚刚好 张炎廷好意讲说 那你们先打 这样谁有说服力 你们的中国疫苗这么好 我都怀疑文革时期的话 张炎廷会被拖出去游街 最后把头砍掉 他说疫苗回阻 所以对中国疫苗最没有信心的 是中国人 那表示就是说 中国自己都认为上海辉瑞这个疫苗很烂 这个毒疫苗 他们没有打辉瑞 他们不打 他讲的科兴跟国药 国国药 科兴跟国药 科兴跟国药 是在中国生产的 那既然在共同上海 而且中国人也打 那他给陆配打 有什么问题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今天这个逻辑整个乱掉了 那我觉得说张炎廷 他其实是好心 好心犯坏事 他没有反对大陆的疫苗 不小心把国王的新衣讲过来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表示说 今天中国的心态是很奇怪的 他应该就说 对啊 我们就是有信心 对啊 我们就是带去 带去给台湾 让台湾人展示一下 我们这个打中国疫苗的好处 搞不好还有很多人万人空相 大家都排队 是 这才正确嘛 明显他们为什么反应这么激烈 这逻辑有点奇怪 就是说你反应这么久 这有两个意义 两个层次 第一个他反应那么激烈 就会讲说我自己的 科新的疫苗很差 第二个我就说 他们当然某种程度会认为说 我路配或路生 我去去台湾 你把他们视为恶董公民 怎么会说恶董 中国的疫苗 两层一 第一层一 你这种第一层一 你认为说你自己认为你的疫苗是败的 让这个人主 你是在荼毒他们吗 所以他的逻辑上是矛盾的 所以刚刚大家的批评批评是这个 我也同意 就是说不过今天我看朱凤莲国台办的发言人的讲法 我听起来也其实也是很不舒服 不要用那种上对笑 你们台湾人要不要疫苗 就一句话讲清楚 类似那种态度其实很不好 但你应该是要更谦卑那种态度说 你怎么去协助台湾 感觉这一两天 我感觉国台办 第一个吃豆腐 吃台湾的豆腐 今天又有点淫富高高在上的态度 然后他们很多网络上的留言 我觉得有点实在是 太刺激了 那种讲法 让台湾比较无法接受 最后我来讲一下 就是BMT原本在德国生产的 B2那一支疫苗 其实是国际认证 在欧洲是最先上市的疫苗 那是好的疫苗 可是它的技术还是要冷练 当然要70度以下 我们可以买得到 如果可以跟直接原厂买得到 我们当然也同意 在野党也同意 那现在跟副院长讲的一样 就是说现在像我们台北市的例子 我们疫苗真的比较缺 讲完我们的联衣 大概打了三成左右而已 防护真的不足 对范老师说到 我们的万华的警察局 派出所关了一间 所以第一线的这些 尽快让他打 西门派出所 对所以包括那个 就是说六月 六月进来的那个两百万剂之后 可不可以让前三第一次这些 我刚开完会 我报告这个是正确讯息 我们现在手上的四十亿万剂 明天十五万剂会分配出去 后续都会分配出去 没有退购 那这一批就是要把医疗人员 以及警察 警销跟防疫第一线有关的 都列第一顺位 这个是刚刚都确定下来 那这四十亿万剂我们算那个人数 应该是够 来我跟大家报告 这位小刘医师 他说失失有两种 所谓的BNT疫苗也有两种 他说这个有BNT162B1 BNT162B2 这两种以下简称B1跟B2 他说由于辉瑞亚完全终止了对B1的研发投入 上海复兴的B1在中国 中国区临床试验也在二期卡住无法完成 所以记住B1在中国连二期都没有完成 规规矩矩从德国引进的B2成本 当然比B1事实上多很多 然后这个上海复兴自主研发展的B1 又面临二期还没有完成 他说所以我们的CDC 跟陈时中部长很厉害 一开始就想尽办法要跟辉瑞直接谈 因为我跟辉瑞直接谈是进的是B2 我如果跟上海复兴搞不好买到的是B1 因为辉瑞只会卖B2 然后他说部长又说可以请上海复兴 这个或是想要代理上海复兴 产品的代理商提出这个 要证的申请 因为提出申请就必须说明 你进来的B2是B2还是B1 多么直接了当的过滤方法 他说BNT疫苗有两种 一定要指明是德国进口的B2 美季标准售价是美金20块 现在期货可居 应该不可能拿到折扣 如果是上海复兴自主发展 但没有完成的B1 基本上应该是要销毁的东西 我的天啊 我怀疑香港打的到底是B1还是B2 为什么640万剂不打 我猜他们搞不好是拿到B1 所以后来发现赶快不要打了 来这个东豪想要补充 因为BNT这个事已经闹很久了 其实很简单 像林明珍林县长你就找到一个代理商 把那个药证资料全部减复出来再说 是嘛 可是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件事情 其实刚才讲那么久 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江启臣主席 如果没有7月的选党主席 他这个时候会搞这个事情 搞什么蓝军的14线市的防疫联盟 对林明珍林县长 这段是为了用这个BNT疫苗大出风头 可是你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先把草屯的东方红的问题给控制住吗 你不要让东方红变成小万华 有一位医生在草屯療养院工作的 一位沈医师在网络上也很有名 一再提醒不要让草屯的东方红变成小万华 万华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 就是变成一个扩散的来源 不要让像东方红这种东西在那边偷偷营业 全国升三级的南投线你不要闹笑话 同样的事情对章话线也是一样 你不要去想那个来不及的事情 章话你没守好 你往北影响到台中市 往南影响到云林县 现在每天公布的案例片 你难道还没有看到那个跨县市的吗 都是风月场所 都是养生馆 这个是 这个是县市政府 现在要最努力的事情 好 这个就是东方红 这个东方红这个事件 已经一个人传给七个人了 那这个 所以台湾现在很多人 这个偷偷经营 那造成防疫上的黑洞跟破口 来我们来看个下 超大招牌加上高档装潢 店门口还高挂着庆祝开业的红彩球 这就是南投草吞 四月才刚开幕的东方红时尚会馆 但现在却已经空荡荡 因为这里出现恐怖传染链 五四五零 它这个案比较特殊 它是在五月八号 还有五月十二号 它两度到那个东方红时尚会馆 去消费了 燃疫源头就是来自万华的按摩女郎 八号转站东方红连累 店内五个小姐统统确诊 还有两个男客人 其中按五四五零 两度到会馆唱歌消费 因此燃疫 因为它有跑到六扇门时尚 汤锅这个部分 还有大观市场 还有第一银行草吞分行 这名确诊男客人 公共场所足迹较少 同住家人 还有同事一共五人被匡列 东方红传染链 已经累计九人确诊 而且数字恐怕还在延烧 我们大概的统计是这样子 它有表明它是东方红 它曾经去那边消费 然后我们把它转借到各个医院 去做筛检 东方红确诊一个传一个 消息一出四天内就有三十四通 咨询电话搭进卫生局 全都与东方红有关 汇管传染链持续延烧 南投现付也紧急在草屯 加设快筛站 呼吁有消费过的 赶快去筛检 好那么 检队在地点 这个什么小吃店 现在其实变成一个 很大的防疫的破口 来 亲王兄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防疫的破口 其实它存在一段时间 而且你可以发现 最近几个案例都是这样子来的 比如说我们举两个事情 像刚刚那个看那个是东方红 对不对 而且东方红这件事情严重在于说 我都不知道林明珍 为什么要这么大声的出来 在那边讲这个 要跟上海复兴买疫苗的事情 你自己要处理好疫情 好像现在要做的 不是先买疫苗 你现在要做的是 先赶快把你的八大行业 先处理好比较重要吧 你去看林明珍 不是只有一个东方红的事情 是人家爆料说东方红 还有其他相关几个连锁的这个店 所以你就会发现 世间世间 所以你想想看 它里面的小姐 这些员工互相资源的话 那个传播链会有多大 潜在的顾客消费群有多大 这就是一个破口 那第二个我们在讲什么 像我们新竹市 这有一个确诊的案例 竟然是从新竹跑到彰化的 那个秀飞养生会馆去消费 那结果一开始也是以为说 他就是去那个秀飞养生会馆消费 那结果秀飞养生会馆 你看 他里面也变成一个群聚 有很多人确诊 但是后来看到更惊悚的是什么 更惊悚的是 原来他到彰化这个秀飞养生会馆 他是去点飞 他不是到里面去消费 他是跟人家里面的小姐约出来 到外面的摩铁去 所以就变成说 他的足迹等于又带到外面来 那大家去想一件事情 他今天有一个可以外带出来的 难道他不会有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吗 他一定还有其他个 所以就变成说 你从一个动作就可以发现 其实他里面有很多这种 我们说道府服务 外带服务的这种 类型的状况 他已经是没有被发现了 那也是另外一个可能的破口存在 所以你看他确诊状况 而且他一开始还不讲 所以新竹市政府罚他罚了三十万 那除了他的例子之外 你看像基隆今天也出现一个小吃部 都是一个人 然后就快速传染给很多人 基隆那个小吃部 就是原来是他的女性员工确诊 结果女性员工传给自己的儿子 传给自己的男朋友 传给男朋友的儿子 然后再一路传给他的老板 老板又传给自己的儿子 结果一个人传了九个人 传了九个确诊 所以你会发现 台湾现在的状况就是在于说 这些打着养生会馆的 八大行业 小吃部 护肤店 美容店 生活店 这种类型的名称 由北到南 每个地方都不太一样 但是他都有可能出现什么 人与人的连结 这种人与人的连结 而且是看不到的私下连结 反而变成是在这一次疫情里面 最难处理的部分 这些人与人的连结 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 他就会在几个县市里面去蔓延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陈时中部长在今天疫情指揮中心 记者会上面 会强调说 对于这种所谓的这种八大行业 他必须来加重跟做比较严格的处理 是 刚刚亲王讲的就是这个 我说给大家 现在这个是很大的破口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温暖 这个事情不敢讲 新竹有这个五十岁的男子 他说他是彰化圆林 秀飞养生馆去消费 结果他确诊了 结果新竹市长 您之间就查 结果查 他不讲实话 结果说新竹市警方调阅监视录影带画面 跟通联记录 才发现他根本就没有去会馆 方老师 他去哪里知道吗 你看他说 他跟中国籍的女服务生 带去摩铁 带去汽车旅馆 然后仪式有人与人的结合 你觉得仪式还是有 当然是 去摩铁 去写书法 去谈古增 不可能 所以新竹市政府 因为他谎暴足迹 对他重罚三十万 他是二十一号的下午一点十分 到下午三点四十去的 好了 来 那个 鳳老师 现在事情变成了 原来他带小姐去租车旅馆 他要怎么把他帮交代 没办法 坦白重宽 死亡率可能是一百趴 死亡率 因为他这个 他到摩铁去表示 他对于在养生会馆 他能够发 他能够跟他的互动 已经无法在养生会馆进行了 必须要更更进一步 更亲密的 更全面系 全方位的接触 那需要去摩铁 你说去养生会馆 我会说我去按摩 结果你带那个小姐去 去 当然以前也有常例 说借厕所什么 洪与大学 那天彰化某一家 他不是六个中国籍的 一次全部百分百确诊 对 下了三百个人突然间浮出来 要求去做检测 对 这个现在去 我 那个检测结果还没出来 我怕死人 我现在是看这个 像今天这两天公布的数字 对 好消息是没有几何式成长 不过也没有往下掉 刚才副院长讲的 然后传染的传染链 看起来还是已知的那几个 第三个好消息是 好像外线市都没扩散 但是有几个县市 一直两位数成长 像基隆 基隆 基隆 两位数 然后另外桃园台中都两位数 那你再去细看这两位数成长的 都跟地下灰色经济有关 因为那个行业 他就有做才有钱 在台北关起来 他可能就跑到中部的 跑到南部的 那等于是 他会带着病毒往南走 那他也不会 他平常那个行业 警察领检就跑去躲起来了 他的习惯性就不会配合你疫调 所以南投现场 为什么说正式不做 做这个政治动作 东方宏在疫调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印象 他可以隐匿掉他 然后另外有一个网路有名的人 叫小商人 把他隐匿掉的四个店都抓出来 然后原来东方宏 这确诊的这一位小姐 他还说他是在民间 民间 南投民间 南投民间 才看他相遇的 黄俩包才说 更正 他是东方宏的小姐 然后中间还有经过四家特种行业 南投县政府还刚召开一个记者会说 我们的八大行业 百分之一百歇业 两个都假的 也没有百分之一百歇业 连提供疫调足迹都隐匿掉特定的几家 为什么他要隐匿 好问题 你为什么要隐匿那几家 那你有什么管 疫调要六亲不认 那是科学问题 你隐匿掉之后 那几家有去消费男客人 不知道就走到家里 他就没走 所以这个部分他没有办好 才是真正破口 新竹市说 新竹15号就宣布了 全市八大行业 全部暂停营业 所以他说这个男生 才会远赴彰化去寻方 并且约出这个中国的女服务生 然后去摩铁办事 然后这个女服务生 后来两个人关系 他好像熟客 因为他有打电话给他 告诉他说我中标了 这个男生赶快去求医筛检 结果自己也确诊了 就是说这个是到处流窜 那今天又抓到了 抓到对台南麻刀月娘养生馆 原来养生馆都做这些 就我们故乡 说头经问不可以 整期小姐 带女儿的怕后买问 结果他们这个养生馆应该停业 结果照常营业 开罚十二万 如果有人员确诊 还要再罚三十万 这是台南 冬昊的故乡超顿 超顿人拿来很好 超顿很有钱 超顿今天也一间养生馆 查获越南籍的按摩女跟男客人 两个人被抓到 没有我们是男女朋友 真的 女朋友什么名 说不出来 问女朋友 说女朋友什么名 说不出来 抓穿帮了 来我们来看VC 监视器拍下黑色性感装扮 露出长腿的女子走进民宅内 看起来小心翼翼四处张望 她不是进屋子内这么单纯 因为没多久 她站来门口 等到一名白色上一男子会合 时间点是在晚间九点十二分 这过程附近居民看了也疑惑 这对男女再出现已经是三十分钟后 仍然在五月二十一日获报 辖区内有某间养生馆 有甲关门 真营业的情形 虽然负责人及小姐 矢口否认有营业的情形 但是男客人早已坦承 当天确实有进入店内按摩消费 这家百口莫变的养生馆 四十岁服务小姐被带回派出所 就是台南麻豆这家养生馆 大门深锁 招牌也没再转动 但监视换面成了铁证 是否对店家寄出重罚 该停止营业 为停止营业的 采拔弹一开出来是十二万元 已经在效率很快的状况下 已经把这个采拔弹开出来了 就怕甲关门真营业的按摩店 会成为防疫破口 不单单只是开发这么简单 卫生局得介入将相关人员筛减 还找了环保局前往消毒 为了防堵疫情扩大 相关单位忙翻了 却仍有不遵守规定的养生馆 走后门偷偷营业 如果有人因此确诊 会加重开发到三十万 彥虹兄 你看这要怎么样 这个是黑素 是 这个的话其实就我们之前 我相信包含副院长 大概都有提过 因为我们现在的传播 根据这个趋势的走向 它并没有往下降 但是也没有往上升 不然如果一般来讲 如果我们的趋势往上升 它是一个指数型的 传染是一个指数型 所以你会看到那个趋势 有一个陡峭的一个坡度 现在没有看到 代表什么 因为他没有 没有往上架也没有 代表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意义就是其实我们的公共 卫生的体系 的确包含整个同胞们的 这些公共卫生的这些自我管理 做得非常好 第二个的确卫生部的指挥中心 他的有效的所谓的疫調 也的确做得不好 好 问题就来 但是如果做得好 他应该往下降 他没有往下降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疫調过程所匡列的足迹 有些所谓的黑 到我们现在整个趋势 一直维持在三百左右 没办法往下降 一个非常重要因素 一直掉不下来 就是那个黑素 黑素撐着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原因 因为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是一个英国变种病毒 因为他的传播力很强 所以现在整个在接触的过程中 我们以前的所谓的 以前的所谓的防卫措施 包含距离上面的 其实都不太够 这是为什么 我也知道指挥中心 开始在加强这个部分 包含怎么样来达到群体聚集的效应 最小越小越好 好 这个回答因为我们是人权国家 我们无法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要配合的是应该警政单位 当然他们很辛苦 我非常知道 必须要严实的从疫调 从道德方面的劝说的 请他们赶快出来做筛检 哪有可能 道德说出来 可是如果 这才是这个黑树一直维持的原因 是 但是全国 大家抓到这样 现在也还在走后面问 你没关系吗 所以我们另外一个 就请我们的男同胞们 就这一个月请忍耐一下吧 总会有时间会过去了 都听说 拖到最南部去了 这个靠自力很难 所以说已经扩散到南部去了 真的 而且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万华的事情一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就有很多的风声说 他们会不会往南 那我们给大家看一段就是 这个在八大行业的 这个从业人员的群组里面的一段对话 他每一句话大概看了你都会觉得很 会受到惊吓啦 你看喔 像他上面这边讲什么 你看这边这句叫做 不止万华啦 早就全台了 验不出来而已 定点外约妹子 八国联军妹子 一堆定点思街 这意思就讲得很清楚嘛 那你再看下面 没有一个男人会回家 会说去过的啦 而且那些越南妹都四处往南部跑了 都需要赚钱 他们不会停的 所以等于说他有点像化整围林一样的形式啦 可是我必须要讲 这个东西警方借助去做 有没有效还是有效 为什么因为你去看喔 那个我们刚刚讲新竹那个case里面 他就是在新竹市真的找不太到其他的娱乐 所以他到彰化去了嘛 新竹市为什么没有 我们跟大家讲 因为我自己住在新竹嘛 你知道就是我们新竹市长林志坚 跟新竹的警方寻到什么程度吗 我有看到那个就是比如说 类似那种按摩养生店 警方几乎是半小时一小时就去一次 他灯一打开警察就去了 然后他警察去了之后灯关起来 门拉下来 结果等警察走了之后呢 他门又拉起来 灯又打开来了 过没有半小时警察又去了 还有另外一种呢 是前门 前门警察去了之后 前门拉下来 从后门让客人进来 结果警察就从后门去堵 那种是你都说的 你那种是原地的 你知道现在最担心什么呢 警察去领检查 他根本约在第三地 约在别的hotel 约在别的地方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警察情务很重 服务跟定点服务 化整为零 那化整为零 这种其实就是另外一个 让人家觉得是隐忧的地方 因为有据点是比较看得到 但至少我的意思是说 县市政府要拿出一个态度来 像新竹市政府就是态度拿出来之后 你看 他们只能往其他地方去玩 虽然这好像在其他县市制造 另外一种破口 可是我必须要这样讲 就是像彰化县跟南投县 县政府跟他们的警方 都还是有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我才会讲 事实上这种事情在国外都发生过 像日本前一阵子 这两次的这个确诊病例创新高 其实他们也是从风俗店 风俗店就放开 那像在英国在美国 他们都是在酒吧区 酒吧群聚 就会造成这个 所以这个确实是在我们防控上的 一个很大的困难 但是所以会怎么后来 我们本来双北升三级 大家有没有印象 之后全国就升三级 因为防疫如果没办法 全国一致标准一致的时候 双北的这些八大行业的 从业人可能就往中南部移动了 那现在起码在全国的 这些营业场所 我们是全国一致性的 先把它暂停营业的时候 起码在整个规范上 是减少他们有移动的 那个动机在 我觉得这些业者 真的创意无限 因为他现在为了要生存 他用各种方法 我看哪一天搞不好那个露营车都出来了 一个车子后面 一个露营车 然后电话遇到哪个路口 然后我们这个露营车上面 可以互动 老师你骗子看太多 我觉得搞不好 都可能 不要想不要低估这些业者的智商 他们在 冠老师一直有创意 他会提起解释会 他会每个人都用那个同一个沙发床 所以我真的觉得真的业者 这个时候 你觉得我们现在抖不掉是这个抖不掉 真的 从新竹开车开到彰化 很多人火都熄了 他火还更旺 他吹那么久 开两个小时车开那边去 所以我真的觉得不可思议 真的 庆祭拍得很厉害 现在我是真实一个做法 就是说 这是为了防疫 生命攸关的事情 大家都挺的 不要说你是特种行业 开餐厅的多可怜 都没人 所以他们现在警察单位 其实有些限制已经开始做了 你如果不听规劝 我查到一次 就是断水断电 我就给你清 你在跑 查到任何地点就是断水断电 断水断电这个处罚 大家可能不知道 断水断电之后 屋主 处主在听 但是我们另外还要想一套 就是这些人 因为他没工作就没有收入 我们的纾困 又不会抗盖这些非法的行业 地下还是要去抗盖 所以针对这个黑素的生活的部分 可能要协调民间组织 来进行协助 软硬两手都要 否则这个乱跑 会跑到人会怕 是 这个基隆市长林佑昌 他很担心基隆 这个小姑娘 小吃店 会变成另外一个万华事件 因为这个去小姑娘 当陪酒的这个女生 他还是一样 他说他不吐实 为什么 现在才知道说 原来他有去另外一家 叫做金水湾小吃店兼差 那他拖给他的男朋友 男朋友拖给他的儿子 他自己也拖给他的儿子 现在说他已经 他已经 这个案件已经九个人确诊了 而且现在还有人联系不上 所以他呼吁有到这两个地方 处所的消费者 主动联络卫生局裁检 这个就是大家讲的这个黑素 来 叶龙兄要再补充 是 因为我刚刚在听 他这个除了这个业主本身 有关于断水断电 其实这个部分是以铁碗 这个是可行的办法之一 其实另外一个 一般如果是以外籍人士进来 其实我们在移民局那边 都有些登陆在 无论他有失联或还是目前属于 就是正常在雇主的范围 其实我觉得在警政系统裡面 其实应该要把整个移民局裡面 最近目前还滞留在台湾的这些名单 其实有必要跟警政这边做一个会合 这个警察现在染疫的情况 也越来越严重了 所以今天我们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特別这个强化三级警戒 要落实五大措施 拿五大等一下跟大家报告 来我们先来看VC 远警来到板橋热区巡逻一刻都不敢大意 从口罩手套隔离衣全副武装统统穿上身 但不管是这样穿或是全套式的防护衣 一旦碰上高激动性的场面 过往打打杀杀要拔枪或是持警棍警戒 穿上防护衣根本难以行动 或全国三级警戒普遍看到的远警 却只有戴口罩顶多加上手套 引发外界担忧指揚真的够麻 同仁如果是在处理到比较高峰省的时候 我们就会要求他们一定要穿防护衣 来做一个完全的隔绝 但在这疫情严峻时刻 双北警戒却接连爆出确诊案例 新北卢州派出所分局各有 一名远警确诊 新定也有第一线远警染疫 板销新大队员筛紧阳性 同队队员一人遭染 还传给同住亲兄弟 树林侦察队队员多人遭到狂烈 不止新北台北也几乎沦陷 从重灾区万华分局辖内 西门派出所再到文山景分局 26号再爆出中正一分局中校东路派出所 也有远警遭染 总计双北百名远警遭到隔离 截至26号 全台已经有10名远警确诊 隔离自主管理零零总总 也有96人被狂烈 除非是确诊 否则他们不可能跟着卫生单位 或消防单位一起全套的隔离状 打疫苗的时间是在最近的事 第一剂打了以后一个月 开始会开始有防护力 所以这时间上根本就是来不及 指挥官城市中心谈原警染疫 也赞同原警施打疫苗順序 弹性调整从第五争取到第二 同时下重化若有八大行业违法经营 或是民众不戴口罩 增加原警染疫风险 绝不宽戴延半重罚 所以今天这个疫情指挥中心说 未来第一外出全城要佩戴口罩 没有戴口罩以前先劝导 然后再罚 现在是不用劝导了就直接罚了 再来 原查不得营业的休闲娱乐场所 刚刚我们讲的小吃店养生馆 違反者严格法办 再来 参与一律外带 卖场跟超市加强人流管制 民众请少去但是多买 一次就把他买足 结婚不宴客 婚上礼不公祭 宗教集会活动全面暂停办理 宗教场所暂不开放 保护警消的健康 配送防护面罩跟护目镜 指挥中心已经依警消的申请 在五月二十先拨了一千个面罩 兩千个护目镜 后续会再依其需求来拨付 警察其实是辛苦的 什么事情就是要麻烦警察 我看这个陈时中部长讲警察的染意 讲到港业 今天的联合报说 陈时中为警察发声有人感谢 有人是不领情的 说陈时中你别急着甩锅 时中大大 你要先检讨的是你自己 我想请教一下王委员真的 陈时中没有为警察 第一个我觉得警察辛苦 大家看得到 我们那个辛苦的定义来自于 他是在防疫的第一线 以万华来讲 当他去接触民众的时候 他不晓得他是不是养生管的人 所以他有那个风险 就像基层的诊所医师 缓假礼拜 我那个健康卡插进去 浮出那个黄标以前 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 那疫调人员也是一样 李干事也是一样 所以这些人 我们今天就决定把 我刚才讲的 把警察跟消防 涉及防疫的 从第五顺位 直接拉到第一顺位 这就是我不只认为你很辛苦 我还用具体的作为来保护你 所以他拉到第一顺位之后 应该在五月份 这一批的四十一万计 应该就可以施打得到 因为人数是够 第二个我觉得 人跟人的互相的关怀 是台湾很重要的资产 人跟人互相的信任 也是我们走过一年五个月 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个无关党派跟无关信仰 所以当陈时中讲到 你口罩就不自爱 就要警察把你放 然後叫你不要营业 你还硬偷偷营业 让警察去领檢 然後警察染疫了 他觉得很不甘 警察都很年輕 都八十幾年式的 哽咽 那你回一个说 你这样 意思 这种同情他不要 我觉得这个是个别 少数人的想法 我觉得 陈时中这样讲 也提出具体的做法 那警戒 我们也给他听说 应该增加津贴 增加津贴 这个社会才往前走 现在你跟我听说 不用嫁了 我不相信 那这边我也堵了 堵了 这个社会会陷在灾难当中的情绪都不好 今天指挥中心讲的这五大强化措施 就是我们之前在讲的 现在我们的整个防控 就要透过公卫措施介入 那个强度 现在这个整个强度又升高 包含口罩要戴警 研查这些八大行业 这个就是又在强化那个措施 那全家这个措施的主要目的 就是避免人群的移动跟聚集 打断那个传播链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要防控这个疫情 大家真的要配合指挥中心 这五大强化措施 就是说能够这样子强化下去 把NPI就是我们的公卫措施 再往上拉伸 希望透过这样的拉伸 能够早日让我们的R0值 能够往1以下来来迈进 然后让这疫情能够 恢于一个平稳 所以我觉得是说 这五大的措施是非常重要 那刚才讲到警察的问题 确实也是这样 因为不瞒各位讲 今天就是我们医院 是有已经有收到说 要照册跟CDC 因为我们还有一半的员工 还没有打到疫苗 所以我们已经照册去申请 但是其实今天警察局的 我们辖区的也要说 副院长我们可不可以 来你们这边打 我说因为CDC 还没有分配给我们 我有跟他建议说 你赶快去跟中央讲 把分局的数量 配到各个医院 就是大家各有个责任区 赶快打 像大型的院所 自己都还没打完 他会先打 就现在私人的诊所 也还没打 可是私人诊所 目前还没有开放 他们可以打 所以变成私人小诊所的医生 医护也要来你们这边打 我自己就不做完 你不可以 包含像警察消防 我是觉得 这个指揮中心 是不是这一波 就开放诊所 可以去施打 然后根据诊所管区的范围 警察局 你就不要移动了 我来你派警所里面幫你打 可能诊所有个问题 因为毕竟打这个 还必须要观察半个小时 甚至要有急救的设备 会比较安全 可能要就是说 统合在一个卫生中心 或是一个礼堂 或是什么 大家统筹这样子来办理 这可能我们可以跟指揮中心这样 然后加快这个施打的速度 日本昨天开始全面性施打 六十五岁 六十五岁 日本下一个问题 他的药剂是有 可是打的人 顾示太少 医护人员不够 打针的人 因为一个人平均 他还要先问 还要做病情 所以那个很冗长 所以我觉得台湾也是一样 到时候有没有医院 有足够的人员来施行施打 否则这些警察到了医院 还要等 等也是增加风险 所以我觉得这个正调完全有配套 这个台北市的这个联医工会 说现在台北市整个病床是大爆满 所以呢 副市长黄珊珊说 以后你快筛阳性 或者你是确诊的 但是你是没什么症状 那对不起 你在家隔离 可能会变成常态 到底现在医院的爆满的情况 有多严重 好 那这个是今天说台北市联医工会 接到无数员工的申诉 说联医台北市联合医院联医 现况是急诊筛报了 病房满床 救护车还是源源不绝 把病人送进来 工会还反映联医的资讯不透明 连照顾的病患有肺炎确诊 或隔壁同事确诊都不知道 联医工会说 急诊发烧筛检站 双人病房 筛了六个确诊病患 外加陪病家属 你想想看 两床的 一房是两个病床 竟然有六个病人在里面 再加家属 还有很多病人躺在走廊 竟然是这么的严重 来我们来看VCR 本土个案持续暴增 压缩医疗量 北市联医工会跳出来崩溃大汗 医疗崩坏在即 现在基层医护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去行 医院的急诊 其实真的就是已经爆量 病人就是在急诊等床 有的病人甚至就是躺在桌子上面 对他们已经就是没有地方可以放了 医护人员心痛地说 不只急诊抱病房满 病人还源源不觉涌入 有些只能躺在走廊 批评匡列接触者速度太慢 容易扩大感染风险 加上院内感染资讯不明 目前已经造成院内群聚 台北市现在医疗是仍满为患 有蛮多阳性确诊的病人 还等待在收住专则病房 急诊的部分 那的确蛮多病人到症状有变化 都还是很难有床位 盘点现在医疗量 截至25号中午 全台负押隔离病房共1021床 目前剩下268床 其中双北重灾区 通常只剩下28床 专则病床全台共3000多床 目前剩2200多床 至于双北市则剩不到500床 就双北的这个病房 专则病房的部分 可以由往区的指揮官 来做因应去评估 要不受一人一事的限制 为了提升病房周转率 指挥中心也宣布 去诊者只要距离发病 裁剪日达10天 CT值超过30就能解隔离 改为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另外由于全国三级警戒 喪离寺床祭拜 也会暂停到6月14号 要确保不群聚 降低传播风险 好 请教后副院长 对 现在医院真的急爆了吗 是的 哇 这个礼拜可以说 台北县市的这个医院 可以说是COVID-19的病人 有时候这个救护车到急诊 都五六台在那边等 但是就是上不去就上不去 因为病床确实在这个礼拜 确实是一个很满载的状态 然后包含急诊的医护 跟病房的医护人员期 这个礼拜的tension 可以说到了最高点 但是我也要讲一个概念是这样 因为你想想看 我们从十五号到现在 十一天的时间 短短十一天 突然间增加四千多个确诊病人 好 这四千多个病人出来以后 这是人数的增加是一个 第二个我们这次大流行 还有第二个特征是什么 是因为我们的确诊者的年龄偏高 六十岁以上占了三十七percent 那这三十七percent的这些高龄长者 他进到医院以后 很多都立刻什么 需要呼吸器 甚至要插管的一个治疗 那呼吸器跟插管 一定要在医院才有办法进行 所以这也加重了整个医疗的这个 就是说这个承载的一个量 会整个拉升上来 所以今天早上事实上 卫福部也召开一个全国性的院长会议 我们现在已经很快速的在调整这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刚才连一讲的 我觉得这是一两天的状况 但是我相信过几天 状况会朝好的方向走 为什么 因为现在就是各医院都在做降载 就是把住院的病人能够让他出院 那出院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病房提供出来 增加所谓的专责病房的数量 那现在卫生局呢 对全国的这个区域医院以上要求说 你的急性床数的十分之一 必须要做专责病房 所以像我们医院如果五百多床 我们要五十一间的专责病床 那我们过去可能就二十间 所以我们就会增加出三十间的 这个百分比出来 所以过两天以后 我想整个专责病房的数量 会增加出来 再来第二个重点 他刚才在节目中 刚才在指挥中心的会议的里面 也有提到就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就说 住发病后的十天 如果说他住在医院里面 他已经没有发烧了 CT值三十以上 我们就要让他解隔离医院 那过去解隔离必须怎么样 要报到指挥中心 报到报上去以后 他批准了你才能解隔离 但是现在他也要简化整个程序 就是说只要报到卫生局知道 可以解隔离 就发给他解隔离的通知书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今天是二十六号 事实上我们在十七号 十六号那时候 每天都有两百多个人确诊的时候 那些人已经经过十天 像我们医院这几天就有几位 就是说就是已经超过十天 符合解隔离了 我们就赶快让他什么 离开医院 那这样才能够再接新的确诊者进来 所以我想过一阵时间 这个滚动滚动以后 应该就会慢慢的一个顺畅 那也请社会大众 多给这些医护人员一些鼓励 谢谢 今天又发生了一个医院 台北市联医昆明宴区 今天传出有六个员工确诊 有四位是委外厂商派驻的工作人员 有两位是联一的员工确诊 那为什么他们确诊 这个讲起来真的是值得探讨 说这六个人确诊经查人员相关的接触时 他们在五月七号有去万华地区 进行阿公店工作人员 艾滋抽血筛检社区涉滩的活动 活动的地点是在户外广场 工作人员全程戴口罩 没有饮食 没有饮食 对 就是请请教一下这个燕洪兄 是 就在户外 也戴口罩也没吃东西 去涉滩而已 這樣子怎么会中这么多人 听得很厉害 我先讲一个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一样在那个联衣 和平医院区裡面 他们只是做体检 在体检的我相信在医院区的时候 做体检的时候一定也是戴口罩 然后那个前面是一个医护人 那个护理人员 后面是一个确诊者 他们中间只差两个 两个人 结果那个护理人员也确诊 可是在这种状况 好 回下回来推 其实这个病毒真的很厲害 我想我们大概之前都有讨过说 他整个传播的状况怎么样 其实现在目前大概都已经知道说 我们的眼睛 你看我今天有戴眼镜 其实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们对病毒的了解 我们也知道说 他其实不只是透过我们的鼻子跟口 基本上眼睛的这个结狀剂 这个地方 当你的眼睛扎的时候 有时候一个灰尘吹过来 风吹过来的时候 碰到我们这边的结狀剂 就感染进去了 是 那这边的研究 其实已经告诉我们 结狀剂里面 我们这个眼睛不是有这个白色瞳孔吗 旁边是不是红色的那个肉 控制着眼球的转动 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 我们有两边都有 这个叫结狀剂 那这个结狀剂 目前发现说他本身对 风吹的也会对 对对对 你现在再来看说 他们现在虽然是户外的 所以其实告诉我们说 我们现在防疫措施的话 眼睛的保护其实非常重要 另外一个概念是 因为这个病毒已经知道 他在正常状况之下 体温 温度不是很高的中心 在三十四十度以下的时候 他其实维持至少三天到四天 这个病毒催散的时候 如果你有 头发其实也会碰到 头发这个时候 如果你手有去摸摸 在金额手眼鼻口的方式 传播进去 是有可能的 所以其实应该要再建议 在我们的卫生习惯裡面 如果你有这个状况的时候 你手不能碰眼睛 当然口罩一定有带了 第二个动作回到家 一定要先洗手 但是这个动作很多人不确实 因为回到家的 会松散掉 所以这个部分也请指揮中心 在整个guide里面 把这个部分要纳进来 那再请教你 因为这个我们指揮中心的专家小组 召集人张上纯医师说 预期会有更多死亡個案 为什么会这样说 因为就回到刚讲 因为现在我们大部分都从阿公店 就开始流分 现在十一点 新高 你注意看全部 那个里面 全部幾乎都是所谓的高龄的 再加上慢性病史 那通常这边在这个过程中 尤其是像有一些是有肺阻塞的 中方指数 他所产生的一个并发症 让你的肺部瞬间的缺氧而导致死亡 这个案例其实非常的多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回顾头来讲 所有的长照中心 养护中心 甚至这些老 我们六十五岁的老龄年口 请问他的同事 他的朋友教圈 是不是以年纪长者居多 我当然不可能跟二十几岁的小伙子 聊聊聊天聊得很开心吧 我一定是跟我六五六十岁同袍等等 所以这个部分互相之间的传染 就变得是一个传播媒介 我可能要补充一下 确实我们上星期在监控 那个重症的比例 差不多七七点九percent 那最近已经上升到十percent 那我刚才不是讲的 这次确诊者里面六十岁 十岁里面有一个重症 对对对 十岁里面有一个 我刚才说 我们这次的这个六十岁以上的比例 是三十七percent 在六十岁以上的这一群的重症率 是差不多二十percent左右 又比全平均值还要高 所以未来的 我想未来几天死亡的人数 还会再持续上升 因为很清楚就是说 这个病如果说他插管了 甚至有些家属可能就觉得 可能会要放弃 副院长你们现场看 像那天凯撒发生的事情 他前两天而已 是属于无症状 送进去那边隔离 是 再看他就已经过世了 不是 他这个转很快吗 不是 他就是因为他这次这个病毒 他有个特性是这样子 就是说 基本上他是攻击你的肺部 他让你可能这个血氧浓度 再慢慢掉 可是血氧浓度在掉的过程中 你不一定会察觉 那等到说你已经察觉的时候 有时候已经要送到医院去急救 所以为什么现在的这个 加强版检疫旅馆里面 进去我都会 我们都会发给他两样基本 一个是温度计 一个是血氧浓度的监测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监测 所以我们再看看你的血氧浓度 有没有不足的一个状况 又有变化马上要出 趕快问一下 因为黄珊珊副市长今天说了 中央的新规定 如果你是无症状的确诊 那你在家隔离 会变成常胎 因为你无症状 还有你快拆阳性 也是在在家隔离 可是我们刚刚又讲 死亡的速度那么快 那在家隔离就没有人救了 起码这群人我们还是觉得 应该要到加强版的检疫旅馆 或检疫集中所 这不够了 现在都不够了 这个现在其实两个市政府 已经快速在筹建这个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必要 因为你在家里 说真的你很难防控 我们知道这个病的 家户的传播率这么高的情况 你要他在家里 我觉得这个风险会很大 是 我再一样 这个案例 其实在韩国同样有发生 因为韩国在去年的时候 一开始爆发的时候 大 人数大震的时候 他们很多的所谓的轻症患者 也是让他在家里等候通知 或自主管理的时候 其实他们那边又做了一个 蛮好的一个措施 除了刚刚讲那个清洁剂之外 其实他们有发另外的东西 叫做血氧基 这个血氧基的给予的话 因为血氧基在我们慢性慢慢的时候 其实你感受不到 可是你一旦跳到九十五%以下的时候 很快就有所谓的休克 他会有什么感觉 我不知道我在家里面 那我血氧低 完全没有症状 你血氧在一开始在掉的时候 你可能没症状 但是如果掉到九十五%以下 慢慢会有一些症状 譬如说 譬如说开始会喘 好 等等 我们再看一下 因为日本的朝日新闻 今天用社论 要求首相监议委取消东京奥运 那为什么这个特别 因为他是赞助厂商 他是合作厂商 现在连合作 跟赞助的厂商 都要求 要停止东京奥运 这个 请教一下王委員 你看 会生还是会生 我觉得人命是最宝贵的 那日本 其实日本有很多一些 做了又重复 做了又重复的经验 台湾要学起来 像他们那个封 第四级 封到觉得差不多了 他就解掉 过多久又走起来 又第二次四级 第三次四级 是 越来越严重 那现在东京奥运 八成的日本人民 不希望办东京奥运 名字絕對比奥运更重要 但我判断东京奥运 就在无观众 选手有的参加 有的就不来的 状况下 就把它完成吧 否则这个事情 一直下跌一下 菅义伟 你看从安倍到菅义伟 这个事情再不能收尾的话 那整个奥运都乱掉了 好 那最后一点时间 我再请教一下方老师 因为你有讲 立英杰这个要退休 要任期 在台湾任期结束了 那他今天有这个表示 他说疫苗的派送标准 现在在领定当中 因为美国要释出八千万剂 他要考虑接受者的切诊率 医疗体系的量能 跟疫苗接种的比例等因素 美国正在持续跟台湾密切 讨论这个议题 那媒体的判断说 那可能我们很难得到美国疫苗的援助了 因为我们的状况 其实跟各国比算不错的 你怎么看 因为我们的状况 其实跟各国比算不错的 你怎么看 我觉得柯文哲今天就酸了 他说我们这个莱猪也吃了 武器也买了 他说我们这十亿个人是嫌太少 是不是 我是觉得这种发言 真的有点情绪化 我认为美国 但是他是从全球的大局来看 我不认为美国不会 延缓给台湾疫苗 因为他这个是从全球 你从各大州 他都要资料汇诊 所以我觉得他也在看 的确我们台湾现在觉得很紧张 可是你真的从国际上来看 台湾疫情说的在的 很多人认为不需要这么紧张 那所以从美国来看 美国现在死多少人 就对他们来讲 他们会觉得 台湾好像在轻重缓急来讲 不是那么急 但是我们当然 我们要表达我们 王委員不是说 接下来莫德纳要进来了吗 现在我们六月 我们之前报告数字都是正常 六月两百万剂 七月份国产的 请大家观察 现在到五月底 就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如果 这个游睡有成 有意外的提早工作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朋友交的 还可以 还不需要 那我个人希望 这个礼拜能够来一批以上 一批以上 就几十万剂以上 我希望一批以上 其实韩国他拿到五十万 那是因为美军怕被韩国 哦 哦 好